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跟大家講解HKCE06年夾一部分的第九條 同學希望你有一份卷在手 更加希望你曾經做過 因為我教的Approacher就是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希望大家從解欄裏面都有一些學習 對自己的知識有些整理 好,我們來看看第九條 第九條是題目,你拿一份卷去看看 它有一幅圖,有一幅Py chart 它問X到底是多少 我覺得考幾何比Py chart 一個圈是360度 把所有角度加起來就360度 其中X是一個未知數 一條式,一圓一次方程 你一定玩得如何 可以嗎? 好了,加完了 再減325度 最終答案就是X35度 由於它給了一個資料 它就說交通費佔了整體的費用 佔了支出 就會是1750元 就問你,會寫過月總支出 可以嗎? 該月總支出 就會是1750元 除35度 超過360度 這個就是小學的公式 我就是Method 2 告訴大家 為什麼用哪個想法 會比較快去計算 很有趣 因為我順應大家的文意 就是把9B 就用了 原先的方式 在白色的畫面上 就表達了出來 因為這是最常用的公式 為什麼我會突然間 這次剩下Method 2 給你看看呢? 第一,你也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強調Multiple thinking的人 也都強調我們對那些公式 其實我們都應該有些懷疑在這裡 為什麼有些懷疑呢? 大佬,人民益益就死了 債教記憶 你只要考試緊張跌 也是死了 行不行 那這條公式怎麼走出來 我特意做給你看 其實我們是說比的 因為 三百六十度 比三十五度 就會是總支出 比 他那一百七十 一千七百五十元 行不行? 即是說現在我的 屋市 正在顯示這一行 行不行?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由於比 跟分數是相通的 我們可以把比 轉成分數 行不行? 當然 第一行跳上去 旁邊的比 第一行也要跳上去 即是說組成了分子 行不行? 那麼後面的項 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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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成為了這個 墳母 然後 X 由於放在墳子 很著數 在一個方程中 我們只需要左右手成墳母 即是1750 我們就馬上計算出來 行不行? OK D個位 第二B 我講到這裡 那麼多 好 接著就到九C 九C 那裡 我只是這樣寫出來 由於 旅遊的支出 和交春的支出 大家都用35度 去代表它 行不行? 在圓形圖裡 就用35度 去代表它 喂 竟然有些學生在這裡 不好意思 喂 我第一次看見 原來電腦是這樣用的 不好意思 我實在太受歡迎了 好了 說回九C 再來 總旅遊支出 和交通支出 大家都是用35度 去代表出來的 即是大家同比 即是1比1 如果旅遊交通支出 就是1750元 那交通支出 也是1750元 行不行? 好嗎? 這就正正解釋 為何我們 Metford 2 我死都罵出來 給大家看 好嗎? 如果 你可以用文字寫 旅遊支出 和交通支出 都是 在圓形圖上 以35度表示 所以 它們的 支出 應該是雙蛋 旅遊支出 等於交通支出 等於1750元 這是另一個 用文字的表達方式 到底哪一個方式是最好的呢? Problem solving的角度 有時候會這樣想 就是 用最少的步驟是最好的 但是 這個最少的步驟是很吊詭的 為什麼呢? 兩步驟是怎麼算呢? OK 如果是考試裏面的Problem solving 即是說 你要 立分 你那個遊戲目的 是拿分的 對不對? 不是你很華麗 不是你答到幾多個 不同形式的方法 你只有一個方法拿分的 我會說 最適合你的 想法 最適合你的 知識 基礎 那些的解決 就是你的最佳解決 答到就贏了 OK 好了 大家都看到 會有些學生 到Facebook找我 其實我們是夾定的 哪裡突然被你彈出來 那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 scan給我 你scan的問題給我 我有時間 我就會盡快回答你 又或者你會給Facebook Test Message 或者是MSN Whatever 你找到我 OK 那這裏真的要結束了 再見 見到各位同學 我會趕著旁邊回覆機 拜拜 拜拜 對 你 ¿